我这一期怎么搞的 我都到决赛了 我竟然没有讲过谈恋爱 我明明最擅长讲谈恋爱 而且我就真的喜欢谈恋爱 我根本不喜欢脱口秀 我就喜欢谈恋爱 我从小就这样 而且我谈恋爱特别投入 从小就这样 我都不用真的谈恋爱 我只要开始暗恋别人 我的学习成绩就会直线下滑 从全校第50 马上掉到第500 我妈说 咋了 这孩子 你是不是沉迷于游戏了 我当时想说 是 爱情这场游戏 她也不知道怎么办 就想各种办法 然后就天天比我喝牛奶 天天比我喝牛奶 结果越喝成绩越差 因为她不懂 牛奶喝得越多 我的身体发育就越好 我身体发育得越好 我就越想谈恋爱 而且我谈恋爱有一个原则 就是我一定要主动地 追求别人 因为我只想和我配不上的人谈恋爱 就是当我和我男朋友同时出现的时候 我不想听到别人说什么 他们两个看起来好般配 这是男才女貌 我觉得不好听 我希望大家看到我们的时候 先沉默 然后过了几秒钟说 这个女的有点东西 还有好多那种劲的东西 这是我的梦想 你知道吗 因为你想谈恋爱真的太好了 谈恋爱就是怎么都是好 不管你谈得好或者是不好 都一定是好事 就如果你谈得很顺利 你就很幸福很开心 然后你最后就顺利地结婚了 你知道吗 但如果你谈得不好 也是一件好事啊 我从小就一直在幻想 如果我男朋友出轨了 当街被我抓到 该是一件多么爽的事情 就是我这辈子就没那么有理过 你知道吧 我可以站在道德的制高点 无情地指责她 侮辱她 她没有办法说任何事 她见到我的时候 那一瞬间一定很慌张 眼神里都充满了恐惧 你知道吗 说话都开始接 比如说 我啊你啊 你不要误会 我们只是朋友 这个时候我根本就不听她说什么 我一甩我的秀发 然后BGM就在我身后响起 就是那种 咚咚咚 为所有爱执着的痛 怎么这是 这多好啊 这才是生活 你说你谈恋爱图啥 不就图个热热闹闹吗 所以我跟很多女生一样 谈恋爱的时候都喜欢逛街 不一样的是 她们都是和男朋友一起逛 而我是自己逛 我就不信我抓不到 真的 失恋也不可怕 没什么被抛弃也不可怕 你们看过电视剧吗 你们发现电视剧里 每一个人 每一个女主角走上人生巅峰 都是从失恋开始的 就她都是先是被抛弃 被伤害 被欺骗 然后就突然就奋发图强 换了一个发型 你知道吗 然后就 就每天发奋图强 变得又有钱 又漂亮又成功 所以每次我朋友跟我说 杨丽 我男朋友好像在外面有人了 我都说恭喜你啊 姐妹 你好日子在后头呢 但我觉得 说了这么多都白说 你知道吗 我最近觉得 我已经没有资格谈恋爱了 你知道吗 我觉得不会有人再爱我了 因为我最近睡觉 开始打呼噜了 可能我很早以前就开始打 只不过这几年一直没有人有机会听到 我谢谢你们 你们不懂 打呼真的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她是一切浪漫的终结者 你知道 女生打呼 打呼就跟攻击打鸣的原理是一样的 就是都能让一个男人瞬间清醒 前几天吧 因为进了决赛了嘛 我就很开心 然后我就想说 叫几个朋友去喝酒庆祝一下 然后我就喝的有点多 结果就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男生 送我回家 你知道吗 然后第二天的时候 我就衣着整齐的独自在床上醒来 然后 然后我就给那个男的打电话 我说 首先是这样的 我非常敬重你的人品 我说以后你在我心目中 就是一个大写的人了 但是我依然想问你 为什么 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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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很诚恳 他说我本来也想了说 要不要来留下照顾你 毕竟你喝了那么多 你知道吗 我感觉你要睡着了吐了 再把自己枪死 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 没过几分钟 你就开始打呼了 而且你越打声音越打声音 我会觉得这么粗壮的喉咙 应该是枪不着了